一对新人路口拍婚纱 新娘冲过斑马线 新郎抱起新娘转圈圈 这个地点是在高雄捷运美丽岛站外的 玻璃帷幕前路口 当时婚纱摄影来到这里取景 新人趁着绿灯时在路口拍照 要拍下唯美的一幕 其他婚纱业者表示 取景的地点有时是新人的要求 客人很坚持 要去坐马路上的拍摄的话 我们会先跟客人做沟通 所以如果有罚单 或者是警察驱赶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马上做离开 只是路口拍婚纱 这样不危险吗 而警察也喊咖 说这样的行为已经触发 其实不久前在台南也有类似案例 新人也是站在斑马线拍照 挡住了一辆左转车辆的去路 现在婚纱照讲求写十字人 马路也成了取景地点 甚至还有人走到地下道 这些背景拍出来的照片或许很有潮流感 然而路上车来车往难免有风险 毕竟马路如湖口 婚纱照要美美的 但是也要确保安全 华市新闻 邱金平邱显雄 高雄报道